各位观众您好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解放军启动大清洗 过去一年之内多达十几位高阶将领遭到免职 当局也并未清楚地交代缘由 现在更传出 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建立的第五军种 战支部队可能会遭到分拆 香港明报三家叶专栏提到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讲话时 中央军委以及解放军各大军兵种的高级将领大多出席 新任国防部长董军比较尴尬 由于他尚不是中央军委委员 不能够坐在军委领导席上 但是他又不属于各大军兵种负责人 只能够坐在国务院部长席当中 他所佩戴的币章也是特制的国防部 由于历任防长都是军委委员 佩戴中央军委币章 董军是唯一佩戴国防部币章的防长 在各大军兵种的军政主观当中 只有两名司令缺席 只由政委出席 一是海军司令胡忠明 他刚上任不久 缺席的原因或许与南海最近局势紧绷有关 另外一个就是战略支援部队司令拒前生 他已经连续身影了将近半年之久 无论是生病还是涉案受查 至今都没有遭到撤换 如此重要的岗位 本来不应该空缺这么久 最新的消息是 拒前生的移缺迟迟步步 可能跟战略支援部队的前途未明有关 战略支援部队是八年前军改的一大成果 2015年12月31号 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同时成立 由升兼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亲授军旗 被称为解放军的新职战斗力 外界也称其为与陆海空火并列的解放军第五大军种 不过战略支部队究竟算不算第五军种种说纷纭 虽然该部队跟陆海空火武警一样 司令证为都是政战区级的上将 也有自己的总部机关 军旗跟微信公众号 但是却没有自己的军装 其来自陆海空火的组成人员 仍然穿着各自原本的军服 更由于该部队的神秘性能见度相当的低 战略支部队其实是有几个互无关联的部分组成 辖下的网络系统部 即由原来总参谋部三部 也就是技术侦察部的网络侦察对抗基地组成 也就是俗称的网军 辖下的航天系统部 则由原属总装备部的卫星发射与测控基地组成 包括了西昌、九泉、太原等发射中心 乃至于航天员大队及俗称的天军 另外加上新疆的原核武试验基地 县名马兰基地与设在北京的原属总参信息化部的 信息保障基地、通信基地 由于是拉杂成军 各组成部分业务并不相关 因此战支部队总部变成了一个虚设的架构 下面的两个系统部总共有十多个基地 与两个直属基地仍然各自运作 这从两个系统部分别设有保障部 而战支总部本身因为没有部队可保 却不设保障不可见一斑 设立战支部队的初衷是将这些新职战斗力 整合成一支现代化特种作战力量 但是八年下来效果不张 除了机构虚胖、级别虚高 多了一批上将、中将之外 战支部队仍然是一个缝合怪 据了解战支部队的重组已经势在必行 具体方案虽然还没有定案 但是很大可能是拆分天军跟网军 仿效现在的联寝保障部队 建立直属中央军委的军事航天部队 跟网络对抗部队 成为副战区集兵种、非军种 两个直属基地也各有其他的归宿 战一来等于撤销战支部队 因此其司令空缺不补也罢 此前香港《星岛日报》报导 网络盛传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 浙江利水市委书记胡海峰返金 晋升为民政部副部长 但是日前国务院发布新的人事命令 民政副部长另有其人 胡海空的升官再次落空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人社部网站几天前 发布了一批国务院任免人员名单 其中包括了李宝骏担任民政部副部长 按照2023年11月10号公布的 中共民政部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民政部机关行政编制324名 舍部长一名 副部长四名 而1月10号 中国民政部官网的领导栏显示 四名副部长分别是唐成佩 张春生 詹成傅跟李宝骏 不过公开资料显示 詹成傅生于1963年11月 他已经达到60岁的副部级官员退休年龄 而他是否到零退休 以及退休之后的继任人选不得而知 目前看来上述四名副部长当中 胡海风并不在其中 胡海风于1972年11月出生 今年已经51岁 顶着前中国国家主席唯一儿子的身份 他的仕途一直受到关注 2010年 胡海风担任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党委书记 2013年5月 他挂职加金市委副书记 2016年3月担任加金市委副书记市长 成为了当时浙江最年轻的地级市市长 2018年7月转任沥水市委书记 从此之后 多次有消息传出胡海风要升职 而且连具体的官职都传出来了 比方说这几年已经先后传出胡海风 要升任福建省常委兼组织部长 陕西省西安市委书记 辽宁省大连市市长 山东省青岛市市长 湖南省委常委兼长沙市委书记 江西省南昌市委书记 以及浙江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 但是奇怪的是 尽管传出这些生鲜植物跟任命的地点都十分的具体 但是习近平对胡海风就是按兵不动 香港明报曾经在几年前报道说 二十大会有一批地方官进入到后补中委行列 现在全国七零后的副部高官已经超过百位 胡海风如果再不升级的话 恐怕就要掉队了 星岛日报的文章也指出 跟红二代在政坛大放异彩不同 如今对高干子弟的提拔相当的严格 第三代领导人子女最多指导不及 当中李鹏张子李小鹏担任交通运输部部长 江泽民之子江年恒曾经担任中科院副院长 至于第四代领导人的子女都是温市长大 则是严格任用 不少当了十几年的厅级干部 前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之子吴磊 曾经担任国家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主任 最近则是担任上海电气集团的董事长 前政治局常委吴关正之子江波 2008年担任河北省长助理 距离副省长就一步之遥 但是当了十年之后改任省民政厅厅长 而前总理温家宝之子温云松曾经从商 后来担任军工国际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董事长 2016年背面 动向则是不明 有中国经济专家称号的 政协常委李道奎 在发表引发争议的言论 他以青春期形容中国的经济 表示依然潜力大 引发了网民的热议 而他任职的清华大学发表的最新经济增长预测报告 也引发了不少的讨论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 发表对今年中国经济展望的报告 表现中国目前出现物价低迷 景气指数在低位徘徊等情况 如果要实现高品质的发展 必须要提振增长 提出多项的建议 包括了取消房价限降令跟限购令 中央增发国债来换取地方债 以及向民间发1万亿元的消费券 提升民间的消费力 并且预期今年经济增长能够达到5%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兼经济学者李道奎 为报告做总结时表示 中国经济面临到的问题是长期积累形成的 不能够归咎于疫情 房地产 地方债 跟民营企业等因素 强调中国经济依然有活力 他说当下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充满潜力的成长型经济体 仍然处于青春期 潜力仍然还在 国外有人讲中国已经见顶 甚至于讲说中国跟90年代的日本经济相同 甚至于说跟70年代的前苏联一样 他认为这些完全是无知的判断 而李道奎的说法成为了网络热点话题 更被网民封为年度的笑话 有人质疑李道奎是否把更年期说成了青春期 也有网民要求不要侮辱青春 对此旅美经济学者陈孝龙表示 李道奎的说法好笑 他的比喻跟报告的建议均不恰当 不能够挽救中国的经济 比方说取消限降令的建议 在民众对中国房地产没有信心时 提出这种建议只会造成跌幅加剧 使得中国房价更没救 他表示李道奎的话 是配合不能够唱衰经济的要求 正好是犯专家变成官方喉舌的效果 陈晓龙指出今天中国的情况 现在有一个基本方针是不许唱衰中国经济 哪怕他是真的衰 也要把他网好了理讲 李道奎是顺着这个在走 所以他肯定不会讲出客观的话 但是他认同李道奎的一句话有点道理 就是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 不是单纯疫情造成那样简单 在没有疫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出了大问题 中国现在这个经济已经叫做未老先衰 把毛泽东时代排除掉 到现在四十来岁 但是现在已经是七十岁的样子 已经是没有未来了 对于报告建议发一万亿元消费券来提振消费 陈晓龙表示消费疲软在于信心不足 不是发消费券就能够化解的心结 同时他也质疑按照目前中国政府的实力 能否向民间发出一万亿元作为补贴 还是一个未知数 时事评论员方元表示 李道奎的说法符合官方的需要 但是并不反映社会的真实面 所以引发了网民的嘲讽 但是他认为专家如何的唱好 目前的政治环境难以救火经济动力 他说中国的民营经济被打压得很厉害 已经上升到政治高度 国家安全高度 风声鹤唳 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敢去创业 因为谁也不愿意承担不仅仅是法律风险 是一种入狱的风险 在这样的情况下 说得再好听都提振不了市场的信心 资深评论人郑旭光则表示 中国过去的经济潜力 在于从完全被控制的极权社会 容许经济放权 使得民气为经济注入活动跟拉动增长 但同时社会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 让共产党有危机感 从政府继续打压民气 删除财新的社评等举动显示 政治稳定大于一切 郑旭光认为 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 但是所有人都不能够去碰他 要放权让利 地方才有积极性 市场才能够活起来 习近平不懂这个道理吗 他一定懂的 但是对他来说 对经济一放就乱 一抓就死 习近平并非不知道开倒车会伤害经济 而是这样的经济势头 对他的政权已经造成威胁 森大午任志强对他的挑战 实际上都是社会自治意识 自主意识复苏的表现 他为了政权安全 完全可以牺牲一切 包括经济成长在内 郑旭光表示 李道奎的话 除了唱好经济局面 用青春来做比喻 也象征了青春跟成长有限期 一旦过去便不复返的情况 中国民航局局长宋志勇日前披露 三年疫情导致民航累计 亏损4000亿元人民币 去年亏损约300亿元 其中第四季度亏损81亿元 为全年之罪 航班管家统计显示 中国民航国际客运航班 仅仅恢复到疫情前的37.5%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受到三年疫情封控措施 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航空交往 减少的影响 中国民用航空业 在过去三年来损失惨重 根据第一财经网站9号的报道 近日来在2024年 全国民航的工作会议上 中国民航局长宋志勇透露 2023年中国民航业减亏1872亿元 宋志勇去年年初 曾经在2023年民航工作会议上面 透露2022年 全行业亏损达到了2160亿元 2023年减亏1872亿元 这就意味着 中国民航在2023年 仍然亏损将近了300亿元 报道还表示 中国民航在2023年前三季度 实现了整体盈利 但是在第四季度 航司再次陷入了亏损 仅仅11月份 全行业就亏损了81.3亿元 几乎亏掉了前9个月的盈利额 其中航空公司亏损62.8亿元 只有两家航司盈利 34家航司亏损 2023年中国国内航空市场逐渐复苏 而国际航线市场则是复苏缓慢 航班管家的统计显示 2023年中国民航的国际客运航班 整体恢复只有2019年的37.5% 根据了解 民航局在内部会议上 已经为2024年设定了 行业整体盈利的目标 开关之后 航空业的压力都很大 之前有说国航要公开的发债券 总局也下达了盈利的目标 要扭亏为盈 至于中国民航2024年 能否扭亏为盈 浙江学者蒋先生受访时说到 今年比去年更加艰难 闭关锁国已经变成一种趋势 一方面对于外国人跟外国企业 营造一种非常不友好的氛围 比方说反美反韩又反日 对于外国个人又是抓间谍 要进行报复 在这样的情况下 无论是国外的企业还是个人 人家不敢来投资 不敢来留学 蒋先生认为 近期美国等西方国家年轻人 到中国留学的人数大幅度减少 中国政府应该自我检讨 这一些政策所导致的经济下滑 航空公司惨淡经营 根据第一财经记者获得到的 中国民航局内部统计资料显示 2023年的飞机日利用率 比较疫情前的2019年 低上了1.2个小时 正班客作率低5.3个百分点 载运率低3.9个百分点 中国民航局在内部会议上 定下了行业整体盈利的目标 认为依托包括了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 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 力争客作率 载运率 飞机日利用率 恢复到2019年的水准 北京向华盛顿传递的讯息当中 正在出现一个新热词 那就是旧金山愿景 这是在美国总统拜登 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去年11月在加州举行峰会 并且重启两国关系之后 中方含蓄地警告美国不要破坏现状 类似的口号还有去年的重返巴厘岛 也是旨在敦促拜登政府 不要糟蹋两国之间来之不亦善意的类似措辞 而巴厘岛是先前另外一场拜习会的举行地 但是中国政府对于维系中美沟通渠道的兴趣还有多大 通过中方对于台湾大选结果的反应 可能更容易看出来 华尔街日报报导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在纽约警告说 台湾问题是中方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 刘建超10号在华盛顿会见的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费纳 拜登政府的一位官员说 美方向刘建超传递的一个讯息是 北京方面不应该试图干涉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 跟立法委员选举 这位官员对记者说 美国反对外界对台湾选举的任何干涉或者是影响 该官员还表示 美国将在台湾选举之后 派遣一个由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来访台 并且跟北京方面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 来应对这个困难时期 尽量避免意外的冲突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表示 这次的新外联活动反映出了中方渴望看到拜登政府 即便是在美国大选年也能够保持中美关系的良好势头 吴新博说 旧金山愿景值的是促进中美对话与合作 同时处理好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各种难题 2022年年中 中国切断了与美国的军事以及其他一些类型的交流跟合作 现在中国外交官政利用本月中美建交45周年的契机 呼吁美方保持在加州建立起来的更积极气氛 那次拜习会也让双方打成了协议 要在人工智能AI跟OPM类药物分泰尼等一些问题来展开对话跟合作 中国外交部甚至提到了 最近在美国跟中国举行的乒乓球比赛 让人回想到20世纪70年代标志着两国之间 一些最初联系的友谊赛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招待会上 也致此表示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 如何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 来校准中美关系的航向 是必须思考的重大命题 习近平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法 指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力不断增强 王毅表示中美双方应该要以旧金山为新的起点 并且呼吁美方尊重中国的发展道路 而不是为此做减字符 王毅表示希望美方放松心态 而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本周在接受一家中国电视台采访时也表示 中美双方在旧金山艰难达成共识之后 两国应该作为合作伙伴共同努力 他敦促美国摒弃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观点 也就是中国政府所说的冷战思维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 你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Viktori 马 smashing 然后参照